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最近面对人民币汇率不断的快速下跌 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经济话题 却也是一个政治话题 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指导下的又一个烂尾工程 不过 如果这个工程未来又是真的烂尾了 我们华语圈很多朋友的财富可就有些惨了 我们该如何应对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的一意孤行呢? 好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和大家详细聊聊 截止7月1日 我节目播出之前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美元对7.25人民币 和今年1月中旬相比 人民币已经相对于美元贬了8%了 已经非常接近过去15年汇率最低点了 但是 这一点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人民币的这种快速贬值 是在中共使用了各种阴谋和阳谋 试图遏制人民币贬值的趋势下发生的 那么 中共还有没有过去展现出的那种能够严格控制住人民币汇率上涨下跌的趋势的能力呢? 时常有朋友会问我 杰森 你感觉人民币还会跌吗? 如果会的话 这次汇率下跌的底部是什么位置? 因为我没有预知未来的特异功能 所以算命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预测汇率可以从哪几个角度来分析 掌握了看人民币汇率的视角 我们就拥有了自己做理性决策的能力 在开始具体分析前 为了照顾所有的观众 我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共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机制 下面的内容很关键 希望大家认真听 屏幕上显示的是过去30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曲线 大家可能首先注意到 就是截止2005年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几乎是一条直线 从1994年开始的11年中 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对8.3人民币这个价位上 每天上下浮动不超过2.5分人民币 正是中共从1994年开始搞的这个和美元硬挂钩的机制 让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开始起飞 在开始实施这个汇率机制的起始年 1994年当年 中国进出口就从逆差亏损扭转成为顺差53.9亿美元 同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37亿美元 然后借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东风 中国面向出口的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 连续多年 每年GDP以两位速的速度持续增长 到2005年 中国已经稳稳成长为世界的制造工厂 利用严格的汇率控制 中共让大陆的产品在世界上有价格优势 因此快速掏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 中共在2001年入世贸时 曾经承诺要放弃对人民币汇率的操作 到2005年 中共看到世界产业链对中国制造的高度依赖已经形成 而且中共每天需要大量购买美元来维持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这也让中共意识到自己经济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危险性 于是 2005年7月21日 中共央行正式宣布了一个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中共声称这个新的汇率机制是一个浮动的汇率机制 这个新机制不只参照美元 而是参照世界多种货币进行调整 7月21日 当天 中共央行声称 对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进行了一次性重估 一天之内就让人民币汇率上涨了2% 涨到兑换8.1亿元 并把这个价格作为第二天汇率的中间价 也叫参考价 这就是我们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历史曲线上看到的那个 发生在2005年中的那个直线下跌的历史性时刻 中共声称 从哪以后 每天人民币开始交易的起点汇率 都是中共央行参考上一天银行间的平均交易价 来确定当天的参考汇率 当天的交易汇率只能在这个参考汇率上下浮动0.3% 当时中共经济异常火爆 外资大量投入 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所以世界对人民币的需求也是持续暴涨 在随后近9年的时间 中共设定的人民币参考汇率总体趋势是持续上涨 到2014年初 人民币涨到了1美元兑换6.05元人民币 但是 中共这个设定参考汇率的机制 允许它随时在需要的时候就放弃上面的计算公式 而仍为设定参考汇率 大家从汇率历史曲线可以看到 在2008年到2010年间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汇率持平区 当时世界因为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经济衰退 在这个两年多的世界经济艰难期 中共立刻利用它这个参考汇率设定机制 让人民币再次锁定美元 这就给中国的出口 在世界需求疲软的情况下 再次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利用操纵汇率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 后来在国际的压力下中共扭扭捏捏的 一点点扩大了汇率每天在设定的参考汇率上下浮动的幅度 目前这个每天允许浮动的幅度增加到了2% 与此相伴随的 中国实体经济从2015年以后也开始上市了从前的辉煌 中共开始反复大量印钱来刺激经济 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进入了随后的上下波动的8年 另外在中共的汇率控制历史上 在2010年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当时世界刚刚从西方金融系统引发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 中共感觉人民币可以借这个机会走向世界 于是从2010年开始中共创造了所谓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允许香港等海外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进行交易 这使得人民币首次能够在中共严格控制之外进行交易买卖 所以现在人民币有两个汇率 一个是在中国大陆交易所产生的在岸汇率 一个是在国际交易市场产生的离岸汇率 因为在大陆交易产生的在岸汇率 是严格受中共央行每天设立的参考汇率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岸汇率依然是中共操控的汇率 但是有些人认为离岸人民币市场 不是中共央行直接用参考汇率控制的 所以离岸人民币汇率应该已经算是市场化的了 是由市场定价的了 我利用这种说法的评价是非傻即坏 不是说这个话的人被学校和课本教傻了 就是这个人有意在为中共这些概念搅浑水 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 过去10年美元兑人民币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的变化情况的两条曲线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 你肯定会说杰森 你这分明是一条线呀 是的 过去10年在岸和离岸汇率的变化情况就这么接近 可以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为什么两种汇率会如此一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这个所谓的市场是什么 这个市场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说白了就是人心 不管是在岸汇率还是离岸汇率 背后都是一个人民币的概念 而这个人民币是谁印出来的呢 当然是中共央行了 所以任何玩人民币的人 哪怕是在大陆以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玩人民币的人都知道 中共央行的意志一定是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中共央行针对在岸汇率的控制信号 都会迅速被海外离岸人民币市场接收到 于是国际上的人民币玩家也会相应的根据中共央行释放的信号行动 那么中共通常是如何向市场发出展现它的意志的信号呢 除了中共相关官员发表的一些八股言论外 最清晰的信号其实是来自中共央行在大陆交易市场上每天设定的参考汇率价格 通常这个官方的参考汇率是通过一个比较玄妙的公式算出来的 研究人民币的人大概都能够从前一天的市场情况估算出中共当天设定的参考汇率 但是一旦哪天中共央行发布的官方参考汇率和大家估算的常规参考汇率 不同时大家就会意识到中共央行对现在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不太满意了 央行想接受控制汇率的走势了 例如如果大家根据前一天的数据估算 中共央行应该把今天的参考汇率设为1美元对7元人民币是 忽然早上一起来发现中共央行当天公布的官方参考汇率却是6.95 那么海外的人民币市场就会立刻意识到 中共央行是感觉目前人民币汇率跌得太快了 它在用官方参考汇率来减缓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速度 收到这个展现中共央行意志的信号后 通常市场都会开始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止跌反弹 所以在市场上炒作人民币的这些投资人 就会顺应这个市场预期开始买入人民币 等将来人民币汇率上涨后再抛出赚一笔 当很多投资人都开始买入人民币时 市场的预期就变成了现实 人民币汇率就会真的开始回升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概念 其实市场就是人心 中共通过控制大陆在岸人民币汇率来释放它想释放的信号 就是在控制国际市场的人心 从而起到间接控制离岸人民币汇率的作用 当然市场和人心是双向的 同时国际市场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情况 也会反过来影响大陆人民币交易市场的人心 影响在岸汇率在当天的参考汇率上下浮动2%的浮动区间的走向 正是这样的双向人心互动 产生出我们前面看到的过去10年 在岸汇率和离岸汇率的变化情况 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现象 如果你能坚持听到这里 我要祝贺你 你已经具备了全面理解人民币汇率走向的基本知识和视角 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些知识 分析一下最近在人民币汇率市场上出现的情况 如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 人民币这次贬值引人注目的关键点 不只是人民币这次贬值的速度太快 更因为在中共使用了各种招数想遏制贬值的趋势后 人民币却还在坚持贬值 过去6个来月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了8%了 在6月19日那个星期 已经有很多金融文章表示 中共已经在利用设置比较高的人民币参考汇率的办法 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 中共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对美元下跌的这么快 但是 离岸人民币汇率到6月26日这一周还是下跌 6月27日 路透社引述匿名的内部人士的爆料 说 1美元对7.25元人民币是中共内心的一个关键点 中共担心 一旦人民币贬值 突破这个心理价位 汇率有可能会进一步跌破2022年11月出现过的汇率 过去15年的最低点 所以 这些人向路透社透露 已经有几大中共国有银行在周二 也就是27日开始在离岸外汇市场抛售美元 来减缓人民币对美元的下跌速度 也就是 中共现在已经不光是发信号了 已经是真的投入黄金白银来用行动救人民币了 我以前多次和大家分析过 这些向海外媒体匿名透露消息的中共内部人士 这样干都是有明确的党的安排的任务的 中共通过海外媒体释放非常明确的和强烈的 有关中共央行意图的信号 这是在配合中共下一盘大棋 是通过人心再加大中共国有银行 用抛售美元来挽救人民币汇率的这个效果 这样的重磅消息一出 果然6月27日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反弹 但是好景不长 6月28日以后 人民币对美元再次回归下跌的轨道 特别是6月30日 当市场发现 中共央行再次把官方参考汇率设得比应该的汇率高时 发现央行发出明确的希望人民币汇率回升的信号后 市场最初反映是常规的顺应中共的意志 人民币汇率开始回升 但是奇怪的是不一会儿 市场好像反映过来什么了 离岸市场带头 在岸市场跟进 人民币汇率双双扭头又开始下跌 两个汇率都直接跌破了7.25元这个关键心理价位 这种市场对中共央行信号置之不理的反常行为 是让汇率问题成为一个进气焦点的关键因素 大家都在问 难道中共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已经控制不住了吗 对此我是如何看的呢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当然是既牵扯到 中国人民币这边也牵扯到美国的美元那边 首先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是 美元现在实在是太火了 势头太旺了 一方面美国经济火爆 没有出现年初华尔街专家预测的衰退的迹象 就业消费等一切的数据都很亮丽 这就给美元的强势确立了经济基本面 另一方面 美国目前的通胀情况 对推高美元也是完美的状态 如果美国通胀太高或持续恶化 美联储就会出重手 打压美国经济的热度 如果美国通胀消失的过快 美联储可能会开始提早考虑降息 这也会打击美元强势的态势 而美国的通胀偏偏是目前这种不温不火 缓慢消退的过程 让美国经济有机会持续发展 同时美联储不但不敢降低利率 还不得不表示 可能今年还会加一两次利息 目前我在美国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 都已经超过4%了 我购买的最最安全的一个月 短期的美国国债的年利率 都已经超过5%了 现在拿着美元躺着都能有回报 所以美元变得初期的诱人 所以美元的强势和诱人 自然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很难快速反弹 那么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 是越看越难看 年初清零政策结束后的热情和希望 在过去几个月迅速消退 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6月份的制造业活动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萎缩 过去占中国经济四分之一的房地产 也是死气沉沉 连最火的一线城市 上海和北京也出现了 大量房子没人买的情况 5月份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激增了82% 但是5月份二手房成交量 却比4月份下降了13% 更是比过去四年 5月份同期最低成交量 还下跌了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疲软 自然人民币的底气就不足 这是人民币这边没有起色的一个宏观原因 但是抛开这些美元强劲 人民币雷弱的宏观经济原因 目前人民币的快速贬值 还有一系列的特殊原因 在这些原因中 我就能直接看到习主席的身影了 俄国在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 挑起乌克兰战争 入侵的前一天 2022年2月23日 当时1美元兑换6.3元人民币 今天2023年7月1日 1美元兑换7.25元人民币 一年半的时间下跌了15% 而且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 很多时候是离岸汇率在领跑 那么我为什么把这两个现象 一起摆在大家面前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要讲清这一点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可能是我起的一个名词概念 叫做人民币汇率控制漏洞 什么意思呢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 整天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 都是一些恐怖的说法 例如美国政府印钱印封了 美元要成废纸啦等等 美国现在社会上到底有多少钱呢 如果我们用M2货币供应量 来描述美国现在钱的数量的话 我查到的美联储最新的数据是 美国的M2货币供应量在今年 足部萎缩4月有20.7万亿美元 在美国市场 反过来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 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消息 什么中共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啊 绝对不会学习不负责的西方国家啊 在疫情期间用印钱的方式给老百姓发福利等等 那么中共到底印了多少钱呢 根据中共自己的官方说法 截止2023年6月末 中国M2货币供应量达到30.8万亿美元 是美国货币供应量的1.5倍 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实 中国的GDP还远比不上美国的情况下 中国印的钱的数量却是美国的1.5倍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把中共印的这么多钱看作是水的话 中共对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严格控制 就是一个把中共这些年印的海量的钱拘起来 控制起来的那个大坝 所以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完全是一个被控制的 和现实偏离的概念 如果未来有一天 人民币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美元 那一天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暴跌的开始 任何从中共国这个大坝中流到外面的人民币 都可以被称为漏出来的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占的比例很小 甚至比中国体量小很多的 日本和英国的货币在国际上流通的数量都要少很多 而且很多从中共国大坝漏出来的人民币 经常还是被顺从中共意志的各种海外金融机构控制 所以过去这些漏出来的人民币 对中共控制汇率不形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一年多 这个情况出现了变化 在国际上出现了两种人民币汇率控制漏洞 一个我把它称为俄国漏洞 另一个我称为货币互换漏洞 这两个漏洞都是习主席意志的体现 什么是俄国漏洞呢 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美国等所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 过去俄国向欧美出售原油天然气等 然后通过swift金融系统赚回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途径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在这个时刻习主席挺身而出 同意用人民币和俄国卢布和罗俄国进行双边贸易 这是习近平在东升西降的全球观指导下抓住的一个自认为是削弱美元国际地位的机会 在战前 中俄贸易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只有30% 根据6月16日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透露的数据 目前 中俄贸易中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高达80% 而且过去一年多 中俄贸易迅速增长 特别是俄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增长了50% 结果 中国手里拿了一堆没用的俄国卢布不说 同时还让俄国那边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人民币贸易盈余 过去一年多 俄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就让俄国积累了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贸易盈余 手里拿着大量人民币的俄国 不仅需要中国的商品 还需要很多西方国家的商品 要买那些商品 俄国得要用美元支付 结果是 拥有大量人民币的俄国企业和俄国政府 不得不想各种办法在国际上抛售人民币来兑换美元 这一买一卖 就在快速推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而且俄国的需求是硬需求 这和过去在海外人民币交易市场上搞投资的人还不一样 因此 中共央行过去一段时间释放的一系列对人民币快速贬值不高兴的信号 在俄国这边硬需求面前就如同空气一般 这就部分解释了中共过去屡试不爽的信号和金融行动 现在有些失效的那个原因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货币互换漏洞又是什么呢 美国为了控制它的通胀 美联储从2022年开始停止大量印钱 因此美元的供应量开始大量萎缩 全球很多国家出现了美元荒 例如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 原来就没有多少商品可以出口赚美元 今年又遇见大旱 损失了20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 阿根廷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是负值了 很多阿根廷境内的企业连买基本设备零件的美元都没有了 无奈中 阿根廷开始猛爆中共的大腿 去年2月 阿根廷总统访问中国时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旺道在习近平面前高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 让习主席开怀大笑 中国和阿根廷之间 此前就有一个三年互换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给阿根廷1300亿元人民币 而阿根廷也给中国相应的阿根廷钱叫阿根廷比索 然后 阿根廷就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 中国也可以用阿根廷比索购买阿根廷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绕过美元支付 正好符合习近平要人民币全球化的这个目标 不过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会和阿根廷这种货币互换的 因为阿根廷的通胀实在是太严重了 今年1月份阿根廷的通胀还只有114% 现在阿根廷的通胀已经达到147% 和阿根廷换货币就是用钱换卫生纸 就是如此不可思议的交易 习主席决定今年1月份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 再额外给阿根廷兑换355亿人民币 最近习主席又再次追加和阿根廷再多兑换355亿人民币 光和阿根廷中共就送出去超过2000亿人民币 这2000亿货币互换按阿根廷目前通胀的情况 大部分就算是白送了 拿到人民币的阿根廷太高兴了 阿根廷需要买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从中国买到的 要买其他国家的东西阿根廷目前一穷二百的状态 他还只能卖人民币来换美元 这又是让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操作 而且阿根廷的操作又是来自他们的硬需求 是顾不上中共央行意志的那种硬需求 而和中共搞货币互换的国家还不止阿根廷一个 目前通过货币互换换出去的人民币总额已经达到了6.92万亿元 这就是我说的货币互换漏洞的这个概念 中共官方最近多次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话语中透露出一个关键概念 就是汇率下跌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跌的这么快 中共担心人民币下跌太快当然有多方面原因 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共不希望过快下跌的人民币汇率 把中共国的老百姓给惊吓到了 我刚刚查了查 中国银行目前存款利率以三个月为基准 存人民币的年利息率是1.25% 而按美元存的年利息率是4.65% 中国目前允许一个人一年兑换5万美元 也就是中国人如果把自己的人民币存款换成5万美元 然后以美元存起来 一年光利息就能额外多赚超过12000多人民币 如果人民币汇率还这么下跌 那赚的就不只是1万多额外的利息钱了 如果有5%的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目前的外汇体系就崩溃了 所以保证中国人不被目前快速贬值的人民币汇率给惊醒了 这一点对中共很重要 对于有些余钱的中国人 我这里建议一点 财富多元化 包括把你的一小部分财富分配在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上 可能不是让你大赚一笔的机会 但却是最稳妥的一个理财概念 特别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您能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